17点的06分,回到我们FM90.6纽西兰中文广播电台都市晚高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浩,我是大宝,那我们在热线电话上面呢,已经有各位的一位老朋友,Raymond李,李亚在线上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进李亚,Raymond你好,王浩你好,大宝你好,Raymond,大宝,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 是啊,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出现了啊,对,我要看有什么信息,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这个最近一两个月吧,大家可能对我的名字还比较熟悉,也听到我在FM90.6电台做了几次的广播,有的朋友可能说还是能学到点东西,因为是声音,也有人可能听伤了,但是, 听伤的朋友,我今天也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是我在FM90.6的近期里面播出的最后一次,这个是,这个阶段啊,对,告一,告一,告一,您腰了一幕啊,对,大家休息一下,这个耳根清静一下,不要老是听着这个啊,这个人都老是在那儿烦,呃,为什么说是近期来最后一次呢, 因为,呃,我们这个都市田园,Riverview ST的12块水边,Live-style豪宅见地呢,投标呢,就快要截止了,是在下个星期三投标截止,然后呢,我的FM90.6的电台呢,今天,电台广播的今天是,这个项目的最后一次,所以呢,呃,我也希望就是,下个星期三之后呢, 啊,我们会有些,呃,好的结果,那我,呃,呃,公布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买到的朋友高兴一下,啊,或者是关注房地产,呃,信息的朋友呢,也能知道一些最及时,更新一些最及时的信息啊,呃,呃,所以说,怎么说呢,就又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啊,呃,两周前,3月29号之前,那我们也,我也说过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呢,是为了Fairview Rose Park, 那个,37块间地的销售,我呢,给大家最后谈了一次,我说到了做决定的时候,那,呃,现在呢,就说37块地呢,就全部卖掉了,呃,买到的朋友呢,非常高兴呢,他们有的人都迫不及待的,那给我就要更多的资料去进行设计,那有些人在商量去怎么样去做,怎么自住啊,怎么去起房子啊,都很高兴呢,开始,呃,去运作了,呃,没有买到的朋友呢,呃,很多朋友也觉得也比较遗憾,因为他们投入了很高的热情,很多的, 呃,热情去想买到啊,但是比较遗憾,呃,不过呢,我说呢,这帮朋友呢,同时也是,呃,幸运的,啊,因为紧接着呢,呃,我们的Riverview Express的呢,这些地呢,嗯,正好又推出来了,嗯,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呃,地段不同,但同样都是,呃,飞速发展的地区,呃,地的,呃,概念不同,呃,呃,一个是中心位置的,核心三圈位置的,呃,呃,建地,那我们这个呢,是,呃, 都市田园,在都市边缘,也可以,也可以说迅速发展的城镇边缘的一个,超级life-style建地,是带自来水和带污水管道的,或者我们就可以讲是,超级巨大的,住在用地,那,五倍六倍大的,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品,所以呢,呃, 那大家没有买到平均呢,不用遗憾呢,那,那还有几天时间呢,嗯,大家再继续去,呃,去考虑一下啊,今天呢,所以我,真的,最后一次呢,嗯,不想讲太多,这个地的情况,说太多了,大家都知道了,可能研究的比我还痛呢,呃,今天就讲两点吧,那就谈谈,嗯,纠结这个,这个,这个词啊,这个纠结,那,那今天劝劝大家不要,不要纠结啊,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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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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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大家不用纠结 因为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不是专家 有很多朋友研究的比我透 我做实践做的多一点 但是有一点 我来新西兰大概十四五年了 做房地产行业的十三年 从我来到现在 房价低价 从总的中长期看来都是涨的 如果说大家回头看看十几年前 或者几年前 大家会看得到 所以再次怎么说呢 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类的经济总是在发展 对不对 不可能倒退 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个物业总是 尤其说这种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它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 它总是是地价 房价总是上涨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随着地区的发展 地区越来越繁荣 它原来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我们举个例子 香港一百年前 小渔村对不对 那时候谈什么地价呀 对不对 那现在为什么它发展那么好 那它地区发展得好 对不对 由于特殊的历史的原因 造成香港的地区性发展得好 它房价现在是 可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房价 对不对 那地区是肯定发展 那我们讲我们 那这个区域性呢 它是我们讲的是一个蓝筹股 它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乐观的 那第三点呢 我跟大家讲讲 就是从大家来讲呢 个人或者家庭的资产结构呢 来讲一般 如果是纯粹放存款的 这个资产结构就比较单一了 然后呢 对将来的升值呢 也是不利的 所以说如果说一些存款的投资 加上也不动产 或者是一些股价期权的事情 也会是不动产的投资 在各个家庭当中 是一定要占一定的分量的 特别是在我们亚洲人 华人家庭当中 我可以举很多例子 大家都给我讲 我可以讲很多的故事 我前两个星期 我们团队提过 一个一千多万的合同 去跟谈了一个洋人吧 他就是几十年前买的一片地嘛 那时候很便宜 可能才十万块钱左右吧 现在我们第一千万的合同 还没接 有必啊 如果说他几十年前 他的小伙伴们 有一些呢 就是说可能就是存款了 或者是玩掉了 那他现在还是没房子 那他当时用尽一些办法呢 他买了一片地了 那他现在就是千万富翁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端例子 但是有很多是这样的例子 我只是跟大家就是讲一讲 从资产结果来讲呢 买一些不动产 也是非常明智的 从我们近期的 单从北岸吧 我做北岸的 我自己也住北岸 房价地价的情况看呢 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自己是 07年 06年买的地 在潘行买的地 我在06年之前 就是年初的时候 我一个客户呢 他说他有八块地 大家去买 那时候跟我讲是28万一块地 我觉得太贵了 28万一块地 说半年前才24万 怎么要到28万 然后 马上就涨 几个月就涨到32万 33万 到我买的时候呢 我说不行 我得买一个 那八块地 一般的朋友买了34万呢 我们买的是35万 多一万块钱的 无所谓了 35万 那时候觉得挺贵的 无所谓了 自己住的 现在的那块 我现在还住那 那一块地 应该是过90万的 因为有类似的 稍微差一些 去年就卖了85 86万 在潘行 我给大家 可以给大家点出来 所以 这个是我自己 亲身经历的 还有我去年 我昨天晚上 在翻翻我的朋友圈 我看看去年 我代理的一个 一片地在 Pan Hill的 叫12号 Bellable Place 当时去年7月份 穿到的销售的 销售纪录 75万 那我相信买家 当时也挺纠结的 当时市场也挺轰度的 觉得买的很贵 很贵 我今天看着 我觉得很便宜 那位置 那么好的位置 你可以任何人去看 都会觉得很便宜 这才多长时间呢 那已经不纠结了 所以很多 二百年的房子 也是这样的 那我们讲 以前 两三年前 讲说 创百万记录 现在都不是百万了 现在150万 160万 170万 这个记录 这才几年 所以 我跟大家讲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朝短线的 做短线的买卖的话 那你可能是要关注一下 哪里贵 哪里便宜 一买一卖 短线操作 那个 我不懂这个 但如果说是自己居住 或者做长线投资的话 那一定是涨的 但这个不一定是北岸 哪个区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劝劝大家 不要纠结 因为我实在看到 有些朋友 多少年前 就是因为 去砍价 差一万块钱 差几千块钱 没买的 到现在就是越来越贵了 那就现在还没有房子 那就非常可惜了 这是一个我们讲走势的问题 就大体提一下 大家供参考了 我个人的建议了 第二块呢 就是关于投标 这个操作的方法来讲 我还是劝大家 也不要纠结这个事 因为还有的朋友讲 就是现在越来越被人 接受了投标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买到了 还有一些朋友 就始终讲 就是Rimen 你为什么还是做投标 你为什么不能就是 给我去谈呢 我跟卡夫弹谈呢 这样的话 投标不是不公平吗 我今天跟大家谈谈 这个公平这个事 因为刚才在半个小时之前 有一个洋人女士 给我打电话 电话里面就是说 她不会投标 然后把我骂一顿 其实 这个我说骂一顿是轻的 因为她跟我谈话的 这个两分钟之内 我每说一句话 我只能说完百分之七十八十 然后话题就给打断 每一句话都是这样的 我说不了一个完整的话 因为她觉得投标 她无法操作 我跟她解释 她也不愿意听 说明什么问题呢 一个可能这个方法 大家还没有掌握 第二个我觉得 那个客户 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 你说对不对 如果他不喜欢 他跟你纠结 跟你闹这个干什么 他就离开就值得了 我想我就跟他讲 我说如果说你耐心的 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可以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或者你觉得 跟我交流有困难 你可以跟巴伯他们 任何一个洋人终结去交谈 都可以了 我们讲投标是公平的 那是什么到底呢 因为是大家自己去出价 去根据作为的行情 去比较自己出价 然后开发商呢 在你们出价人当中 最高的一个价格 他挑了 那对于卡发商来讲 他是公平的 为什么呢 他选的最最高的一个价格 市场提供最高的一个价格 这是合理的 对不对 对于买家来讲 人家是出的最高的钱 那他得到也是公平的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说作为一个客户 他觉得我应该出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能买到这个地 那是不是对一个卡发商来讲 就是不公平 为什么来讲呢 你出的比较低 有人比你出的高 他就卖便宜了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 同时呢 对那些愿意比你出的高一些的朋友 那些买家来讲 也是不公平的 对不对 因为我愿意出的比你高一点 为什么要卖给你呢 所以这个公平呢 是相对的 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 所以有些朋友来讲 可能是讲 很难操作 非常的不公平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高度来看 这个整个的销售方法来讲 它是对买家和卖家 总体来讲都是公平的 所以我们都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呢 不要纠结这个事 那就是说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如果呢 现在需要买一个地 去建一个大房子 那你就去买 然后尽你的可能性 当然是进行个 市场调研的情况下 你尽你的可能性去买 那你如果觉得时机不成熟 那就不用买 那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是一个 所以我所讲的 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呢 特别我身边那些人呢 就纠结 其实新西兰生活很美好啊 那大家在这都有工作啊 都学习工作都很好 空气环境也很好 政治人文环境也好 那为了房子的几万块钱 去纠结呢 这很不值得啊 就是该出手就出手 不该出手你别出手 那就是这样的 买到了 我欢喜 买不到呢 也不要去纠结我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这个方面的事 关于价格怎么出呢 我前几期都讲过了 那几种方法呢 地的横向比较 房屋的横向比较 包括 我给他算了一个公式 预期的房价减掉 降渡成本减掉 你的利润 我可以讲呢 这这批地销 如果去销售的 它的利润会比较大 那比较大 因为它的 独特性 这个在市面上 你几少能看到这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资金投入呢 可能会大一点 所以本大一点 利润也会大一点 这个大家自己去算 那我就不跟大家去讲 这个这方面事情了 所以今天呢 可能时间也到了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今天讲的 题外话比较多 如果开发商听到以后 不要怪我 因为 商业东西说的太多了 那今天呢 跟大家说说 劝劝大家 大家happy 那个 我希望就星期三之前呢 我有几天时间的 感兴趣的朋友呢 还是一句话 您找你喜欢的中介 那我说 你觉得呢 跟我去出合同 没有问题 那我把条款给你解释清楚 价格呢 您自个儿去填 最后封到新封里面 我看不到的 如果说呢 你有熟悉的中介呢 找他们出 是一样的 一样的出 那没有问题 我可以透露一下 在上次 Failview的消失当中 我们有一位 Hardcore的那个中介 那一个中介 他出了 那一样的没问题 他也买中了三块地 买到了三块地 所以我也欢迎 其他公司的同事们 我的朋友们 也习惯地带着客户来买 因为说实话做中介的 买一块地成功了以后 下来就是一套房子 是不是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都能开心了 今天就这样吧 可能王后下面就交给你 我的联系方式 跟他讲一点 因为你的声音比我好 那大家听 厌房我的声音 好吗 我尽量给您说清楚点 让大家记住 是是是 好 那谢谢王后 谢谢大王 这段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信息 同时也是提醒大家 我们刚才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都市田园的 Leftdale的12块建地呢 这个投标的时间是下周三 4月15号下周三的下午4点之前 对不对 对 投标地点是在我们巴夫他们的二边的分行 不在那个网球训练馆了 不要走错路了 好的 这个地点是在巴夫汉汉汉 Albany Branch Office 这个Albany的分行 好的 稍后呢 我把你这个微信呢 还有公众微信 都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好吧 好的 谢谢二位 好 谢谢Raymond 祝一切顺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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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到更详细的内容呢 可以和Raymond的公众微信来取得联系啊 因为这个Raymond很细心 说如果大家加入这个公众微信呢 他是没有办法去看大家的朋友圈的 所以不会干扰到大家的这个生活 那这个公众微信呢 就是Raymond里下华线 HomeInfo Raymond里下华线 HomeInfo 就是R-A-Y-M-O-N-D-I-I下华线 H-O-M-E-I-N-F-O 这是他的公众微信 当然有朋友说我不介意Raymond看到我的朋友圈 也可以加他的个人微信 就是Raymond里1588 那还有他的直线电话09-9476-766 手机021-801588 Bell请你介绍一下 咱око